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9月5日的星期六 上午的8点19 美国经济K型复苏 迹象明显 仅有利于富人 加深贫富差距 就是穷人更穷 富人更富 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有大量的小商业 Stores Clothing Going out of business Everything must go 给点钱都卖 然后CNBC商业频道 9月4日的分析指出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 上一代人的经历 与我们当前很相似 经济扩张的好处 大多流向了高端人口 而低层人民则进一步的落后 贫富差距继续的加深 而新冠大流行 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 到底是V型 W型 还是K型复苏 这些痴迷于字母的经济学 专业人士 对K型复苏的担忧是 欲日俱增的 我们当然需要持续增长 而行业和经济体之间 会出现严重的分化 在当前的情况下 大型零售企业和华尔街银行 将从异形中受益 而小夫妻店 餐馆和其他服务业 从业人员 则会受到明显的拖累 尽管在未来几个季节的 季度的GDP数据中不太明显 但复苏带来的不均衡 将对国民经济健康 构成更长期的风险 RSM首席经济学家 约斯夫布鲁修拉斯表示 现在所谓的K型复苏 只不过是我们在08年 金融危机期间 所看到的经济分叉的再次出现 而这也是得自80年代以来 美国各地和整个经济中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原因所在 K型复苏中的上层显然是金融市场 下层是实体经济 两者是分开的 在金融市场 能够投资金融市场 主要是上层中层 中产阶级比较多 为什么特朗普要保证这种 要保证股市上涨呢 所以在金融市场是K型 实际上我们想象一下 当前的K型复苏走势 就是要看自三年底以来 股市和其他经济领域相比 的急剧飙升的不平等就可以了 当股市飙升到新的高度时 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 再比如失业率虽然在下降 但在低收入群体 成千上万的小企业 却在大流行期间倒闭 另外全美52%的股票和共同基金 都是由百分之一的高收入者 所持有的 这本身加剧了不平等 这不仅仅是关于资产的所有权 而是这些资产的性质 当前美国股市上涨在很大程度上 自是少数几只股票的结果 除了Salesforce以外 苹果微软 Home Depot今年对道琼斯工业股票 平均价格指数的贡献 超过了该指数 其他27只股票的总和 这些是代表大的利益集团 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在寻找 到底是V型 W型 U型 复苏的同时 开始把K型看作更大的可能性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低收入者 在疫情爆发前 刚刚开始看到的上涨势头的熄灭 表示了惋惜 这也是美联储上周采取 重大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 即允许通胀率在低于美联储 2%的目标后 一段时间内高于该目标 这不仅仅是对通胀的一种哲学表达 把这种方法边窜成法律 可以让美联储在失业率降至 曾经被认为是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下 仍保持低利率 美联储官员认为 在过去一年 失业率降至50年来低点时 保持宽松的政策 有助于扩大收入增长的分配 这才应该是未来的做法 但是对于美国经济 是否一定是K型浮苏还不好预测 因为复苏的实际形态 取决于许多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病毒的控制程度 大家都在等待这个疫苗的出现 以及国会和白宫在多大程度上 通过了更多的财政援助 这次衰退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没有遵循通常的下行途径 比如信贷紧缩或资产泡沫 相反这是一场政府引发的经济衰退 是控制疫情努力的副作用 这种努力故意让人们远离工作岗位 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预测付出之路是非常困难的 美股大出血尾盘跌幅加深 苹果克斯拉猜股后创纪录的暴跌 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情况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想看我更多的视频 请看我的播放列表 拜拜